在买咸鸡的时候 上一集 我说过有些不正宗的咸鸡 或者做得不好 它是会用黄色的燕料 可食用的燕料去叶 我们不喜欢用那种 鹅罗丸2023、2022 都是全广东省排第一 排第二高州 第三卫东 卫东也是在卫州这里 四汇普林华州 学生加沙 后面就不读了 二手楼的价格是这样的 这里还写着姓女店 5860元一坪 大多数价格都是 例如这个60多万 有4房2厅 119平方米 骆阳富力现代广场 好像挺好的 habr им看到 0215 LoL 2215 3215 3215 1215 4215 4212 3215 4216 是伯罗,伯罗是属于惠州 先讲讲故事 我和伯罗的认识并不多 以前在洗衣店工作时,我当会计主管 应该来讲,不要讲下边 其实是一个实习生帮我 实习生真是才华横入,真是很厉害 它是帮到我很多很多忙 它是伯罗这里的人 我未认识它之前 其实我一直对伯罗有很多,不要讲到偏见 认识不够深 就是觉得很落后的 山卡拉 事实上证实到,并不是这样 虽然有没有惠州市中心 当然没有,始终远离了 或多或少都算是郊区 不过在我先头,也算是市中心 步行街,来到这里,开车 只需要30分钟不到,就已经来得到 路收得很漂亮 同样地,也是交通灯,很智能的 它是会知道,这辆车差不多到 它会一批一批车放的 叫做潮直交通灯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等了一盏灯,便到了 哇,超爽 在这里,新楼盆大别多 大别多 例如好像面前 是这样的 上一集,其实后段我都说过 我过来是吃一个很出名的餐厅 客家菜 我忘记了,不好意思 就在前边 我们坐下来慢慢吃 慢慢说 错了,我要去吃饭的餐厅 就是这里 也不叫餐厅 叫酒楼 味味香酒楼 门口停车当然方便 不同市中心 只要我的车在充电 我就进来餐厅这里 这个餐厅的名字 再说一次 味味香酒楼 现在所作的分店 就是华侨店 为什么叫华侨店呢? 因为在华侨中学对面 我已经下单了 叫三个菜 吃不完 炎烤鸡必吃的 我今次选了一个首饰 50元而已 又不是很离谱 拌过猪肚 葱油拌猪肚 然后炒过 腐乳招司通菜 这样就够了 又来和大家读一下餐牌 它的单价其实也挺贵的 不要说贵 比较高 这些也不说 这些不是我经常喜欢吃的 最初我打算要一个炖汤的 美女就说太大 你未必喝得了 有道理 我觉得最初我打算要一个 梁瓜瑶柱炖排骨的 那就算了 这些餐厅的好处是坐得舒服 野食也有这些 顺德烧鸡大盆鱼 如果我是一个人 叫一味菜 这里就饱了 坑螺蒸杂鱼 又有 虾 蒸白扇 都有 各种 海鲜 咸淡水海鲜 一应俱全 至于这个 就是我刚才所选的 鹽烤鸡 50元半只 鹵鹅 又有豆腐 客家的菜肯定会有 对不对 还有这个 我猜猜了很久 这里的好处 你可以叫一例 或者是中牌 这个是48元一例 我转过来 这里还有肥米煲 鸡上得来快 这么快就上来了 等一等 餐牌都未读 生焗鱼头煲 我猜猜过 我很怕我这些人 吃鱼头不厉害 倒是算了 还有这个 我看见那肥肉 我不太敢 其实我很想试 这个叫酥 下本应该读教 酥膠菜干煲 完全不知是什么 不过我猜是 咸酸菜上面是 花肉 萝卜丝蛋葛肯定有 这些是客家风味菜 酸菜炒猪 姜葱炒鱼 也有盐焗鸡腎 很多食物 这里坐得够舒服 因为最初我想过去吃农家菜 不过这几天天气热了很多 一定要冷气够 其实在这里的薄罗 也有很多 加了两句 所有食物都在一起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其实不便宜 但是东西是漂亮的 65元 拌猪肚 今晚回去可以继续吃 对不对 我可以保证今晚一定会吃 另外第二个就是蔬菜 炒猪菜 哇 这么大碟 28元 挂不得美女说 我一定吃不完 只是碟葱菜也吃不完 我可以保证 再来就是 手撕咸鸡 客家咸鸡 这个呢 就一样都不吃 这个必吃的了 先试一下鸡 嗯 嗯 在买咸鸡的时候 上一集 我不是说过 有些不正宗的咸鸡 或者做得不好 它是会拿那些 黄色的燕料 可食用的燕料去叶 我们就不喜欢用那种 因为为什么呢 它为了自省成本 令到鸡有味 但是呢 又不想加一些 其他古灵精怪的东西 那呢 就会用那种酱汁 去煮的鸡 那是有味的 正宗的 鹽焗客家咸鸡 听个名就知道 当然鹽焗了 是不是呢 这些漂亮的客家咸鸡 它就不会像我们 广州 吃到那些白痴鸡 哇 那些肉那么嫩 刚刚好 它是会有点过火的 而且呢 它的皮 是会有点像 煎焦了那种感觉 那它们怎么做呢 用一张纸包着 油纸包着 放下去 它类似好像慢煮 那样的 那就令到整个鸡呢 就有味道 那就好吃了 嗯 嗯 火控制得挺好 而且鸡的品质 真的不错 而且呢 重点呢 就是这些东西 我说 以前呢 我不很喜欢吃鸡 那后来呢 老爸在家附近 买到一些手撕鸡 爸很喜欢吃 那呢 然后呢 最重要 有这个醬汁 它是油和盐 混在一起 加一点葱 嗯 我老婆常常笑我 没有牙 不懂得咬 那呢 漂亮的鸡 即使是广州也好 其实呢 是很有咬口才对的 咸鸡也是其中一种 好有咬口越咬越香 那种感觉 嗯 嗯 弄了一件鸡皮 好像有少少呢 煎过那种感觉 摘下来呢 就不要吃鸡胸肉 是够有骨的了 这些 是吧 老婆教的 其实我也不是说 很讨厌的 他们呢 就完全不喜欢吃鸡胸肉 其实我包了的 你说 嗯 鸡有骨的部位呢 我都可以的 这呢 漂亮的 正宗的 嗯 客家咸鸡 圆焗鸡呢 真的骨都有味 不是那些用水浸出来的 怎样分辨呢 其实看皮就知道 它会有少少 好像 烤过那种感觉 但是当然 这些鸡胸肉 应该不会有焦的了 嗯 嗯 好香 通常我们出去吃饭呢 都会碰到白饭 那碗白饭好不好呢 其实都是影响到 整餐饭的质素 像是昨晚一刻 我们去那个大排档 那些饭真的不行 我也有吃光 无论浪贵量的食 但相比之下呢 这里就好得多了 一路吃咸鸡 把一些鸡油 鸡汁放在饭面 在这里 嗯 真的饭了 嗯 而且这个鸡 都不会太熟 在惠州 这里 有一个很漂亮的鸡 我不要怕 证实一点 是不是 就是龙盆梅酥鸡 龙盆梅酥鸡 也是属于惠州 不过呢 鸡汽车去多几月 这个鸡汽车 越来越多 早过我来那两个阿姨 吃饱饱 走 那 他们这些餐厅 其实有快餐吃的 正前方那些英俊 就在吃快餐 至于我呢 就吃鸡腿 试试这个 这个应该是 凉拌吧 有些花生 有些芫荽葱 我女儿是很练习的 芫荽葱 尤其是芫荽 那我呢 今晚应该这份 就是我和老婆两个吃光 猪肚这东西很有趣 腌得多 那头又不好 腌得不够 又会很暗 这里也可以 猪肚呢 其实都挺讲火候的 那师傅呢 就要腌的 腌完之后 令到它呢 更 原先那些 难以接受的味道 没有了 那 但是呢 那些 姜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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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芫荽啊 那些味道呢 嗯 嗯 它们也做得挺好 不太硬 是的 而且又不太硬 吃得到 那些很厉害的 那些叶制过的味道 几乎没有 而且花生很好吃 很脆 完全不像昨晚那里 吃到那些花生 昨晚那里有吃装修的 这里呢 有吃味道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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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现在呢 夏天到的 吃味道的 那些菜呢 挺好的 前一集不是和大家说过 嗯 嗯 韦州有成鬼的 那 原来呢 正如我现在查一下才知道 真的不吃 原来呢 是有两个站的 在韦州市中心 那 第一个呢 就 这里 西河东站 另外一个呢 就是 云山成鬼站 如果在这里打车过去呢 都不便宜的 最初我是这样打车过来的 我打算今早过来的 但是一看 都要整四十多元 没理由我自己开车 我不开车过来 我打车没理由那么蠢啊 对不对呢 那现在证实了我这个决定是对的 因为呢 博楼这里我还没来过的 是上过罗浮山 吃那个 那条鸡 那些不算啊 是 没有在市中心走过的 那 究竟又怎样呢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又有油 不知道究竟 能不能开车 现在证实我这个决定是对的 但是各位观众 如果又回到来 想试一下这个餐厅 或者附近的餐厅 或者你想过来博博走走走 的话呢 那就打车吧 价钱就是这个了 那么 27到35元之间 那些芫茜好香 一路咬一路咬 在口腔里面 嗯 油又用得好 这道菜呢 除了猪肚以外 其他也很考功夫 因为这些芫茜葱 就是一种蔬菜 处理得不好 是会出水的 所以呢 但是我吃不完打包 我还是要把猪肚夹起身 芫茜葱呢 如果摆到今晚的话呢 可能会出水 影响到味道 这里呢 还有另外一个 最最最最出名的地方 就是卢浮山 这里呢 是有很远距来的 34公里 是要开45分钟的车 用洗费呢 是60元 而且那里呢 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 不是很方便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 太好吃了 差点忘记说 这个招丝扶乳通俗 其实它不是很扶乳 但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冬菜呢 是这种幼的 不是很粗犯的 我喜欢这种更多 嗯 吃起身呢 它的汁呢 就会 包裹了 在菜那里 很好吃 我一共的概念呢 认为客家菜呢 其实会挺咸的 所以很多时候呢 是不敢吃太多 对身体不好嘛 血压高 但是呢 我面前这一台 美食呢 因为不会是太咸的 还能吃到食物的原味 尤其是这个 这个其实它可以做到挺咸的 那么在薄罗这里呢 当然是以客家人聚居的 比较多了 农业是很发泛的 那么 客家人多 讲的语言 当然是以客家话居多了 那么当然呢 有部分呢 是靠近增成 和从化那边呢 以广府话为主的 但是呢 也会有少量是讲 文语 文南语的 那么呢 学名就叫做 学生的学 是啊 至于 在薄罗 美食呢 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呢 是麻坡肉丸 和客家菜 第二种呢 就是呢 我现在面前的 咸鸡 还有一种呢 就是 罗浮山摇鸡 我也吃过 有两种都是鸡 不然呢 广东人几种的食鸡 博罗这个名字 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其实呢 在三国时期 就开始出现的 然后一直到二百零年 公元二百零年 它是傅 就是 企阴边 一个师傅的傅 一个傅 就是博罗 那个十字 变成企阴边 到了公元二百零年呢 就改了名字 叫做博罗 就开始了 就是原用资金 和博罗呢 是一种很威衰的东西 在广东省 2023年GDP 广东省 软级 说清楚 软 排名第一 全广东省排第一 博罗软 2023 2022 都是全广东省排第一 那么呢 排第二 高州 第三 卫东 卫东也是在卫州这里 四汇 普宁 华州 学生 后面那些不读 在广东省 软 排名第一 因为软 通常都是 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软 你又不可以和区比 因为区的城市 你用天河比 死得了 是吧 九条街人 一贵到多一年 天河 开玩笑 那么 在软里面 鎮 鎮又不同 咦 博罗 这里是排第一 连续两年 吃饱饱 现在回到车里面 刚才最终卖单是151元 大家觉得如何呢 我就觉得 和以往我印象中的客家菜很不同 真的不会很哭 而且份量超大 这个餐厅份量超大 有很多打包 带回家 今晚慢慢吃 每一次我去到一个不同的地方 都会带大家看看附近楼价 可能这里 房地产中介并不是太多 我真的找不到 先头走到路边 看到有个新楼馆 在我们吃饭的旁边 它写六字头 即是七千 我们就当 然后在我经常会用的APP 按居客上面 就找到了 我选的 左上角这里看到 罗羊 即是博罗这里 中心地段 大概就是这个价钱 4800到有教育 新楼 我现在说的是 而且它写着在售 意思即使不是那些 还没有发售证 买了没有房地产证 是不会的 好像这些 五千多元 甚至连碧园也有 在售中应该没什么问题 加之我们真的买 例如这个 碧园 八千多元 九十多万 然后又或者 这个 四千百元 一平方米 但选到这里 是七千六百元 所以军价和实际 是有所不同 例如这个 一百一十四平方米 八千六百多元 楼价都不便宜 虽然 回来这里置業 可能性 又有无限接近力 就算真的要买到 惠州市中心买 对吧 看一看也无妨 至于二手楼的价格 是这样的 这里还写着 是什么 五千八百六十元 一平 大多数价格 都是 例如这个 六十多万 有四房两厅 一一九平方米 挪扬 富力 现代广场 好像挺好的 融城华庭 是的 博罗这里 也有个别称 例如广州 会叫阳城 它这里就叫做融城 融树 那是融树特别多呢 不知道呀 基本上 都是这样 大概 便宜的都要六十多万 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够一点钟 我呢 在这里开车回去家里 都要接近两个小时 因为要走高速公路 通常我不会这么快回去 我现在就带大家 去他们的镇中心 那里走一走 在这里开车过去十多分钟 去到简单叫做 散散步 烧锤鱼 然后就回去 出发 几分钟的车程 真的几分钟 我在来到 罗阳镇这里 途上我找停车的位置 四位兜 都挺热闹的 都挺多人的 这里 有对面那些古旧的建筑物 文国峰的这些应该是 它上面写着是 熔城饭店 应该是 这里就叫做潭汤 潭汤路 很难道理这些字 另外这里叫做熔城 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熔树呢 你说如果跟广州比 其实不算多 但也不少 作为一个镇来说 还有我走这段路 看到很多这些药房 还有这些车买 这里是可以开摩托车 还有后面那些电动 也不知道算不算电动驶行车 另外我发现 很少奶茶店 有很多这些 很旧的照相馆 用新的照相馆 还有上面的屋子 大家看到吗 然后那些窗子还是木的 这里停车方便过 渭州很多 渭州其实 那天我找到的停车位 真的算是很幸运的 在这里 整行都是 而且这些是不收钱的 挺好的 我画了位置 要收钱 不过好实说 要收钱 只能令到没有人停 与其是这样 不如画些位置 让市民停车 好过了 还有新华书店 一些小城镇的感觉 如果继续往前走 是可以看到东江的 我的计划 是一路走到那里 看看有没有什么 作为一个旅游的地方 我想这里会被 显示器前面的观众选择 机会是很低的 刚刚经过 会随便或在这里找一个餐厅 吃一下 应该也有可能会来到这里 但他们的房子都很有味道 不是那些 为了防地产 然后全部拆掉它 其实渭州 是会有一批这样的人的 来说大湾9个城市 烂味楼最多最多的就是韦州 在大雅湾那些 那些叫做什么 那些叫做度假海滩屋 哇 一片一片烂味的 有很多人 还要是这样 买了是没办法住在那里 大哥 怎么去呢 其实当时买都不便宜 因为那里海滩当然是漂亮的 但有个问题就是 交通是极不方便的 如果要在我这里 要去到那里 更久于回广州 广州是需要90分钟左右 在这里去到大雅湾 是需要1小时18分的 就是堪比回广州 再来 前面我就打算找个东江边走一走 我老师那枝封不住的 全部都是这样的 施工路段 那我没办法了 在这里会见到有很多 一个已经很麻烦的地产发展商 叫介绍业深圳的例子 它应该是最早出事的那几家 幸好很多都已经是封了顶 住着 当然没什么所谓 但是也多 所以我刚才说 卫州这几年的发展 受房地产影响都挺深的 幸好它的工业有炼油 石油 炼油厂各种 那些是很实际的 那些是赚到很多钱的 但是前期投资就要很大了 但是譬如说之前 我们不是见过三星 三星出过什么事 大家都知道 全部都撤走 都挺大影响的 在这里来大丫湾 那些都还有很远距离的 这里就是老城区的感觉 多久没见过这些情景 我在石龙会见得到 石龙 还有江高镇会见到 是有少少那种感觉的 又是在江边 又是这种不是很高的屋 这个叫做观海流 那海其实当然不是海 就是东江而已 只可惜看不到 我原本打算吃饱饭去那里看看 这些就是当地村民在这里生活 作息的地方 很专闻 很好 我也不继续走 原来和我想象中完全一样 我以为是很优雅的 可以坐下喝杯咖啡 好像在维州市中心那些 一年两日四集影片 我们去了几个地方 维州有两集 维州我是玩得最开心的 如果各位观众 想回来维州西湖玩 现在真的方便了很多 因为有高铁有乘轨 开通了之后 旅游更方便 真的你在香港 譬如我那集影片已经播出了 现在大家在看这集影片 应该是星期日 维州那集星期六 完全可以 看完我那集影片之后 马上立即起行 然后在香港 坐过城轨 不要去南站 直接坐到东莞 在东莞转线 那它应该是要去到 深圳北下车的 这个实际要看班次 就适合那些时间 因为来的时候呢 你是可以一直去到东莞那里 因为城轨它的班次是很密的 十多分钟就一班 你就不用预先买计票的 直接拍卡进去 就算拍不到卡也好 你去到才买票 这样就可以了 至于你说 回香港 比如坐高铁那样 我的建议也是 你最好上到车的时候 最后才去买回香港的车票 手机也是能买得到的 如果各位观众真的 不懂用手机买 那没问题的 你去到买 都是可以的 很方便的 惠州最好玩的 我客户西湖 在城轨站出来 我真的想不到 是近得这么交关的 是真是一步之遥的 一出来就已经看到了 旁边就是酒店了 因为有便宜也有贵 你说如果喜欢 宵夜大排档的 去吃那些 烧鸡翼的 你整班朋友 就大概是 好像水围村那样 对不对 那里是刺激过水围村很多 而且 价钱一定是便宜很多 那酒店方面 看你怎样选择 如果你说 我想住好一点 500元也有 五星级酒店 但是已经 便宜一点 2、300元 其实也不差 甚至乎 如果你像我这么幸运 订到那个 平价的 130元 那个民宿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 很精明的选择 当然了 要看看你 是不是好像我那样 有这样的癖好 对那些 房间的 晚上 就不怕很吵 不然的话 其实也挺吃力的 好了 一年 两天 四集影片 先到这里为止 接下来的时间 因为我女儿 应该 7月2号就考完试了 理论上最快的 我们可能会 3号就到处去玩的了 我女儿最想 就是去香港 到时 可能下一次 我外出 一家三口 去的 应该是香港的 中间我可能会去 潘雨 去清远 猪鱼 此类都不出奇的 其实我的频道 来到这里 我也想跟大家说 因为 很老实说 广州不是说不好 怎会不好 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亦都有很多观众 是因为我们介绍广州 所以才留意我这个频道 吃喝玩乐 就是我这个频道的宗旨 现在交通方便了 开车也不是很麻烦 我会在大湾区 作为核心 去多很多地方 其实现在很方便了 最烦最烦就是 广州市中心塞车 无他 只要广州市中心不塞车 比如说 举个例子 我假设线 我不是的 假设线车我放在 西朗地铁站 我要去中山 很快 一个小时多枝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会多些外出的 其实近期都已经见到 有很多 比如说我去高明 一日来回重发 一日来回 很方便 包括今次都是 我今天去河原那段 是很早出车的 其实很好开 无论是市中心也好 去到河原也好 高速公路也好开 只不过 应该叫长深高速公路 不知道长是什麽 去到深圳的高速公路整路 全程限了80 开得很慢 而且两车到隔壁的车 又开得很疯狂 我又不够胆 因为高速公路一抄超速 很糟糕的 罚很多钱 所以这个都会慢一点 是的 回来维州玩 维州会玩很多 至于河原的话 坐高点会好些 好了 下集见了 我们是时候要回去的 因为时间都不早 现在差不多两点了 回去差不多要两个钟头 4点才回到 下集见 帮忙分享我影片给你的朋友 还有帮我点个LINE 记住记住 这一点很重要的东西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